大家好,欢迎来到水壁钓鱼 前两天我开着自己改装的 用花了两百块美元改装的钓鱼小房车 第一次远征 开了一千多个迈 先跑到Tennessee的Smoky Mountain看了一看 然后再开到北卡州的奥特班一带 就是钓鱼 那么这一路上呢,秋色就是美不胜收 那么秋景美,秋鱼呢更加肥 我到北卡的那个时间大概是早上六点多钟 因为有了小房车呢 它的优点就是机动性非常强 你想停哪就停哪 你想走就走 如果没有雨我们拔腿就走 如果累了我们在车上睡一觉 那个车上那个大床呢也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安稳 有一次呢一觉居然睡了六个小时 sleep like a baby 确实有个小房车以后呢 这个对钓鱼来说非常的方便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回去看一看我前面那个视频 如何制作小房车 那么这一次呢 充分的体现了它这个优越性 这一次去北卡钓鱼的目的呢 我非常明确 就是想要去钓那个spanish muggle 这种鱼呢在我们北部水域呢很少见 所以我从来没钓到过 那么在油管上呢看了一下那些 他们钓那个这种鱼的那个节目 还查了一些资料 那么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想谈一谈呢 我这个在钓这个马胶鱼过程当中的几个误判 也许可以给那些 如果也有兴趣想去北卡 或者是要去南卡 那些想要钓马胶鱼的那些朋友呢 有一些参考 那么第一个误判呢就是 我在油管上看那个 他们钓那个马胶鱼呢 他们叫咬马胶 就是那个鱼竿用个东西挂在沟上面 怎么这么来回咬 那么我以为南卡北卡 那个所有的那个码头上 他们钓马胶鱼呢 都是用这一个方法 大家好 昨天开了一个晚上 七八个小时开到这边 那个Noskara那个 那个一个一个Pier上面 这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那个钓那个马胶鱼的方法 他们叫咬马胶 今天下来看一看 能不能学到一点什么 他们的那个秘密 那么现在好像还很早 现在才六点半 所以桥上好像已经有人在那钓鱼 我们先来过来看一看 参观一下 然后回去拿我的鱼竿 所以我出发之前呢 我做了一个一个桩子 模仿他们那个摇马胶那个东西 我找这么一个夹子 我觉得这个可以夹在那个码头上面 如果夹住了以后呢 这个孔上我放了根绳子 钓的那个环在上面 鱼竿上呢 加了这么个钩子 我觉得如果用这个钩子挂在上面呢 也可以模仿那个 他们摇马胶那个方法 其实我到了那个码头上一看呢 就有点傻眼了 至少是我去了这个码头上呢 没有一个人用这种摇马胶的方法 在那里钓马胶鱼 所以我的临时得改变主意了 我带的那个鱼竿呢 又特别长 他们说摇马胶至少得10 feet 10尺或者12尺 甚至用15尺 赶紧回车上换了一根短小的鱼竿 原来做的那个串钩呢 也太长 因为你这个下面这一串钩子很长的 就根本就甩不出去 所以你临时把那个串钩呢 也可以剪短了 剪了一半 下面架了个前锤呢 还好 集中身子 临时还可以凑合用 到了码头上呢 第一杆下去呢 居然上了一条大袋 那么在短暂的惊喜之后呢 我看到那个大鱼的 那个大鱼上面 那个锋利的牙齿呢 我就预感到了那个 那个problem 那个问题 这也就是我第二个五盘 因为在家的时候呢 只考虑了那个 钓马交鱼的钓组 其实在这个同一个水域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鱼 比如像那个蓝鱼 还有带鱼 那么 差不多十多分钟之后呢 我一条马交鱼还没上呢 我这个用三十磅的那个 尼龙线做的那个钓组呢 就被咬断了 我觉得那个是bluefish 那个是蓝鱼咬的 正当我愁眉补展的时候呢 边上一个钓鱼的老美呢 非常的热情 他告诉我在边上有个鱼具店 可以买到 那个钓专门用来钓马交鱼的 他们叫Michael Tree 就是那个马交鱼的那种树 其实就是一个串钩 一串的一种钩子 那么跑到那个鱼店呢 鱼店老板呢 也非常的热情 他还建议我下面呢 再挂一个那个diamond jet 一个千锤一样细细的 下面一个三角钩 这个呢 因此在的那个千锤 那么 我当时看了那个 他这个钓组上的线呢 可能比我这个线还要细 所以呢 我就买了四套 四个set 当我买完鱼钩 回到码头的时候呢 我边上那个老美告诉我 在我那个去 买鱼钩的那一会儿呢 他钓了五条马交鱼了 那我赶紧三下五出 把那个鱼钩 大爷们借了 赶紧装上去 啪一人 果然运气来了 这个马交鱼呢 咬得非常非常的猛 第一次感觉这种鱼 真的拼命赚你的鱼钩 啊 中路 这边 我给了两个 两个 二个 一 帮助 哇 哦 三个 其实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哇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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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 这个鱼清蒸很好吃 是吧 第一次钓这个鱼 不要看它肉厚 你这么大大概就蒸 蒸了以后蒸大概十分钟 非常地热 我希望我们能看到这鱼 没有 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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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美国的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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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的鱼 钓马胶鱼呢可能也真正是一个体力 或这个钓的方法呢 它必须再必须你动 但一刻都不能停下来 这个马胶鱼你要是鱼儿停下来 鱼垢停下来 鱼垢停下来 它不会来咬你 所以就拼命的甩啊甩啊摇啊 怎么拽啊 那么左手拉伸了 右手右手拉伸了再左手 那么那个鱼来咬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刺激 它挣扎的非常厉害 它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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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 比那个蓝鱼好像还要厉害 嗯 真的不骗你 钓这个鱼呢可能会上瘾 看到了大门剪 那不然 这个鱼的 不然 哪里是鱼的 我会想找到 这里是鱼的 这个鱼鱼 那里是鱼的 那里都是鱼的 我会想找到 那里是鱼的 真在这个红红火火 异常兴奋的那个 钓马骄鱼的过程当中呢 无意中又犯了第三个误判 钓鱼之前呢 我看过那个 北卡的那个鱼龟 那么 我每次上鱼呢 也都量一下 make sure呢 都符合龟壳 马骄鱼的尺寸 是12寸 但我没注意 它后面有一个 小的那个柱 写的是Fork Size 这个当时没 也不明白 它那个具体含义是什么东西 在马里兰呢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 就一般都是用鱼头 量到鱼尾 那么在吃中饭的时候呢 我仔细又阅读了一下那个 当地的那个鱼龟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了这个 两马骄鱼的尺寸呢 不是两道鱼的尾巴 这个时候才认识到 刚才我当着大 这么多人的面 丢到窟窟里边的几条 所谓 够尺寸的鱼 其实不到尺寸 这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幸好那天 太阳挺猛 早上晒的脸已经红了 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只好悄悄的呢 把那几条鱼呢 就扔回了大海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 一个学习过程 但每个地方的鱼龟呢 我们必须看得非常非常的认真 幸好鱼井还没来 不然就尴尬了 那么中午过后呢 那个出现了很多的蓝鱼 那么接二连三呢 就把我那个鱼线 就咬断了 那么我也没有 带那种专门钓 带鱼的那个线 所以那天总共咬断了 七个钓组 那最后呢 我也只好放弃了 那个所以这个也是 经验不足 准备的不够充分 只想到了马交鱼 没想到在马交鱼背后 还有白天还有蓝鱼 下午呢 就回到我的小房车里边呢 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准备天黑之后呢 再拉两条北卡的带鱼呢 再回家 那么太阳下山前呢 我回到了那个码头 正碰到一个老美呢 钓到了一条特大的那个 Red John 它们叫好像叫红骨鱼 什么东西啊 那么北卡的鱼类资源呢 确实非常的丰富 争得了那个钓鱼的人的同意之后呢 我也录了一段小小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欣赏一下 这个鱼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这条鱼后来凉了一下 大概也有41寸 11月初呢 那个天黑的呢 特别早 大概七点多钟 天就差不多黑了 那么陆陆续续的呢 也来了很多亚洲人的面孔 鱼线上呢 挂着一盏一盏的小灯 一看就是冲着带鱼来的 那尽管那个桥上的人多呢 但我感觉这里钓鱼的中国人呢 都非常的友善 那个大多呢 下午还都认识 还碰到了几个非常热情的 那个我的油管的粉丝 那么本来钓鱼呢 就是一种娱乐项目 为了占个位置 而搞得脸红而赤呢 就是那实在是失去了 那种钓鱼的乐趣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为那个北卡的 那个中国人呢 这种非常文明 友善的那个钓鱼的 那种风格呢 要竖起个大拇指点赞 这次来北卡 主要是想钓马娇鱼 所以本来只想钓个两三条 北卡带鱼回去 吃个新鲜 清蒸一下 没想到呢 这个下去呢 这一杆接一杆的上来 都是四字大的那种 大小的那个带鱼 而且我这次带的 只带了一种甲 我原本也没有花功夫 在那个钓带鱼的身上 可这带鱼呢 实在是太大了 我一直反复的提醒自己 我开车回去 还要七个小时 钓完这条就走 钓完这条就走 可是一直没走 最后还是 把这个哭乐桶给钓满了 这个 实在是 让你难以起身 临走的时候呢 我边上有一堆 那个老夫妻 好像是宁波人 他告诉我 因为我今天在这里 他说 剪把个当呢 打别个斗 首次的那个 我的钓鱼小房车的 那个南巡呢 非常的成功 尽管有一些小小的误判 但是整个过程呢 景美 风景美丽 鱼肥 人呢更好 谢谢北卡 我会come back again 好 今天我们就暂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